12月1日,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柬埔寨诺勒敦拉纳列亲王逝世,向柬埔寨国王西汉莫尼致宴殿。 习近平表示,拉纳列亲王是柬埔寨王室重要成员,也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,被推动中简关系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。 12月2日上午,柬埔寨首相洪森主持西港37条道路等基础设施启用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。 他建议卫生部解除对南非等十个国家的入境禁令,呼吁民众无需对Almacron变异毒株过度恐慌。 他还谈到接班人问题,他表示,全力支持长子洪玛内担任首相,但必须经过选举。 据了解,此前反对党派曾多次宣称洪玛内是洪森继承人,并一直散播洪玛内是越南领导私生子的谣言。 洪森此次直言,并警告对手,无需再过度揣测和分析了。 洪森还透露近期将访问缅甸,他说,之前的东盟会议,缅甸一直缺席,只有九个国家参加。 作为东盟轮流主席国,我们必须相互助力,东盟国家根据东盟宪章不排除任何成员。 在简中两国政府的支持下,中国已授权在柬埔寨生产中国的新冠疫苗。 洪森说,投产后的疫苗不但能满足柬埔寨国内需求,也可直接出口到其他国家。 11月17日,洪森曾在公开演讲时,希望中国能授权在柬埔寨直接生产新冠疫苗。 根据当天的会议透露,西港的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,目前室内设了500个摄像头。 洪森也告诫人们,在公共场所的一举一动都会拍到,要注意自己的言行。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,柬埔寨国家艾滋病管理局警告人们,切勿因新冠而忘记艾滋病的威胁。 柬埔寨抗击艾滋病已有约30年,花费了约10亿美元,但斗争远未结束。 目前当局最担心的是男男性接触者中的艾滋病传播,柬埔寨至少有数万名男男性接触者。 12月2日上午,警方在西港市四驱三村巡逻时,发现13名中国人聚在一起,而且行动异常,神色慌张。 警方将他们拦下检查,发现车内有两把手枪,随即将他们全部逮捕。 目前,这些中国人正在西港省警察局接受审问。